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召集了这么多媒体 声称有重大的消息要宣布 我大胆猜测一下 是否像之前网上猜测的和Tina有关 对不起 这个问题我们不回答 把门去了 是你不回答 问题我也没问你 这把皇上贵集太明镜了 小雷 你想清楚啊 咱们单元放在一边不在一起 是的 今天请大家来 我就想告诉大家 在这个世界上 我最在乎的人是Tina 唐伟先生 你可不可以当着所有媒体的面 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 你确定Tina会出现吗 我确定 我确定 Tina 春暖花开 我在等你 让我来总结一下你们的关系 最开始相识的时候你处于优势 庞维依赖你 需要你 可后来庞维火了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你 因为你爱他 所以你害怕失去的 你害怕这种感觉 我甚至跟他说过 我是一个偶像 我永远不可能在公共场合牵着你的手 甚至我们遇见了 我们都要装作不认识 他依然笑着看着我 跟我说好的 所以你一直在默默地忍受着痛苦 直到这次爆发 这首文一出来 他都不听我解释 怎么都联系不上他 连住的地方想过来 据我所知 庞维出入内奸会所 确实是和朋友去谈生意 他想在你面前做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他想把自己的副业推成正轨 然后退出娱乐圈 你说什么 愿意退出娱乐圈 不行 绝对不行 那我不明白了 你之前是因为他的公司阻碍了你 那现在 庞维愿意为了你放弃了全世界了 你怎么反而退缩了呢 你不明白 我已经从这个行业里面退出来了 我知道从台上走到台下是什么感觉 那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们习惯站在台上 一定要回到生活当中 我们什么都不收 我们连蛋炒饭都不会炒 就是个废物 我 我不想让庞维去体会我体会过的每一天 我不想他后悔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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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你知道吗 你猜现在每次都了 你给我看一眼 假的 你们猜 现在我们微博粉丝是多少 一千 三千 再猜 五千 再猜 这完了 告诉你们啊 现在我们的粉丝数量是 十二万五千三百六十一 这事成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现在就看老大的了 刚刚在来的路上 好会转发一条微博吗 因为两个人的忙碌 通腾美好的结果 如果其中有一个人跌倒 另一个人就要守护着 如果一个人的无私跌倒 那么这个人 便有话 虽然庞伟被媒体验网 和竞技公司决裂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跌倒 他这个时候比谁都知道自己是谁 他要什么 我可以不当明星吧 但是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没有提呢 难道只有你付出吗 只有你痛苦吗 这八年来 庞伟付出的不比你少 我就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 我根本没有自我 都不是独自在你的 其实庞伟一直在你身边 他想你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把我给忘了 至少我能牵着我爱的人 坐在马路边 吃着口串喝着啤酒 我可以拉着他的手陪他逛街 我也会有幸福感 他不能去 好 这八年 庞伟从一个群众演员走到了一个大明星 都是因为Tina姐 正因为他的不容易 他才不能放弃 Tina姐刚才说什么来着 他们只属于舞台的 一看到舞台都是变成废物的 什么都不会干 你干什么 我说错了吗 我们怎么能眼睁睁地让庞伟 变成一个废物呢 他应该去他该去的地方 不是 你不要打断 我还没有说完 Tina姐 刚才你跟我说的话呀 我都听进去了 我觉得这八年当中呢 你为了违宰 你忍受了不少 也承受了不少 所以你认为他有了今天 得来不易 你应该支持他 不能让他去放弃 这些我都理解你 我觉得你做得特别好 那个 Tina 你看你先自己考虑一下 我呢那是更多事的话 我还没说吧 是 是 你放开我 你再不放开我咬人了 我刚才马上就要成功了 只让你给叫我了 成功什么呀 刚才他一直在咬你 你注意到他的手没有 他的眼神 他的肢体动作 他浑身上下每一个媳妇 都在叫我呐喊 我想去 只不过有一员 一直在阻止着他 不是 你发现他身体 哪个部位在喊啊 我 他内心潜在此 好吗 我本来想乘胜追击 打开他心里某一个心结 要不是你这么搅和的话 全都白费了 Tina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 对啊 文公啊 那个 反正我也是为了违宰好 对不对 你看还有什么办法能补救 为了违宰 你能做到瞬间转移吗 怎么转移啊 一秒钟之内 马上冲点击消息 我刚才说话吧 不是那个意思 你们走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还富有心 你快说了 你趋多长谈点什么 你自己在哪儿 去你都别承认 developer 你自己去医院 找你去医院 你去医院 我们都走了 难不难 各位媒体朋友们 今天的发布会 取消 给大家带来的不便 真的很抱歉 彭伟先生 彭伟先生 你什么 原定的发布会就是取消了是吗 你都砸我脸上了 那个 彭伟先生 半小时前你在微博上发 迪娜春暖花开我在等你 是否意味着你承认了地下恋情 而现在迪娜没有出现 是否意味着地下恋情 彻底破链流流 真的很抱歉 好了好了 不 发布会取消了 不是老大什么情况呀 你就是扛一代把迪娜扛过来 就是 行行行 你管那个呢 先薄关注 你看 旁伟取消了发布会 已经上了热搜的第一名 我们复合大师呢 也跟着进了前五 我们APP的用户量还在往上增 现在已经是 十六万五千三百三十七人了 姐 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解决 维子还等着你呢 你快走吧 还等着你干嘛 还等着你干嘛 什么 这边这包围 这边小肚 去 谁啊 刚才我爸妈跟我发了一张照片 今天是他们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 很幸福吧 可你知道吗 他们从结婚到今天 几乎每天都在吵架 而最可笑的是 他们每次吵架都背着我 居然以为我不知道 而我却一直在装糊涂 没有揭穿他们 可他们为什么能够彼此包容到今天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 他们不想让我变成一个单亲的孩子 我想 你也是出于这样的顾虑吧 听到小姐 我没有什么顾虑啊 我刚才在你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 来自你小区附近的医院 而这间医院 是一间妇产医院 你能在这样的时间节点 赶去那样的地方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 你再一次怀了庞伟的孩子 我没有 我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你告诉我 这个报告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要跟你解释 八年前你打掉孩子 对你的人生造成了巨大的隐形 你不希望将来孩子生下来 和你活在一样的阴影之下 可如果你选择公开和庞伟的恋情 你又担心庞伟的事 所以你一直在挣扎 一直在犹豫 是要生下这个孩子 还是把他打掉 别说得你好像很了解我一样 我是不了解你 我只希望你能给自己 给庞伟 给孩子 一个一家三口在路边吹风 和啤酒 吃烤串的机会 我只能让你给你们 你看着你 我一直在乔 一直在赢 你的孩子 他 sure 在性能 第一次 都 这 都 d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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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没结束呢 干嘛呢 我没跟你说话 你明点视力行不行 你偶像现在最需要的是私人空间 我偶像现在最需要的是我 怎么还有媒体在这呢 走了走了走了 赶快走 轰扬呢 再说了这是你们家地盘啊 你让我走我就走 你也是 小蓝 我真该走了 回去还得发稿去呢 有多多有事 天哪 那种女人就是不靠谱 谁不靠谱 别乱说话 恭喜你要升级做爸爸了 我以为他用一切勇气 赶快了 他会是吧 刚才是高兴 偶像他们已经是中国农兽 都不要了 而是很高兴 他真是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打算到猪 proto 这次铁市巴在哪里 陈童 我队 ли 有张你 我也有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umpase 这件事干一半你要跑 你信不信我去告你做假新闻啊 你可以告我做假新闻 我好像也可以揭穿你 是你要干啥的 咱们走着瞧 咱们走着瞧 是你 是你给了记者的钱 让他们制造了假视频 是你出版了我们家围仔 你说什么 那天晚上在包市我听到你说话了 记得你的声音呢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干的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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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说 是 你是我干的 你那些事都是我吵的 但是旁为我告诉你 我能捧活你 也能废了你 像你这种无意得的艺人 我能号称整个行业封杀你 你干什么 我跟你说 我刚才你把你那张嘴脸给你录下来了 我给你发网上 我让全国几万的滑梅粉丝全都不会放过你的 我把手机有啊 不该 有啊 我求求你给我 给我呗 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几 你好 可以帮我发布一个消息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快快快 我下单 拍拍拍 到火灯了 我好看呢 没什么事 我手机自带柔光功能 美颜自动美颜 看这里 我想和大家宣布 我这辈子 最爱的女人是T娜 而且 我要当爸爸了 为了照顾我爱的人 还有我的孩子 我决定 我决定 退出娱乐圈 做个平凡人 独家 他独家 干嘛呢 你哭什么呀 你应该高兴的事啊 我可高兴了 都录上了啊 全录上了 行 你听哥说 你不能为了老汪菜 放弃整片森林啊 小声点 姐多久没接受过采访了 你再说一遍 为了你 还有我们的孩子 我要退出娱乐圈 做个平凡人 我偶像太伟大了 我偶像太伟大了 今天为什么亲我吃烤串啊 受宠落惊啊 这次 航尾跟天上的复合 多亏了你的视频 吃点小事 感谢你 来 应该做的 有件事啊 我特别好奇 世界上竟然还有 复合大师这个职业 这太神奇了 哪好 你看 你们那个 算卦 看风水啊 给孩子写的名字 都怎么收费的 我 忍着 几个意思啊 我就想让你 把我们家旁边和提娜算一算 她们俩人生的是男孩 这女孩 你说要生的是男孩的话 起什么样的名字好 我刚才在路上想了半天 我觉得要是男孩的话 可以叫庞大 你可以叫旁边 你觉得什么样的 你说你们这些 这些做粉丝这么执着 而且还全职 粉丝会会上 这内心是什么感受 你给我讲讲的 你几几年的 我发力吧 相信你一个大工人 都打成伴的 说着你也听不懂 来 喝酒吧 不是 我很感兴 你给我讲讲 具体的 我打个比方 你要我听你 你要飞翔知道的话 我就跟你讲一件事啊 有一次啊 我们去给维仔接机去了 结果呢 那天飞机晚点了 半夜一点多才到了 下了飞机之后啊 维仔把我们所有人 全部都训了一遍 就说你们一个个都是女孩子 离人跑机场 机场离你们家有多远呀 一点都不注意安全 所以他们给我们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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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出租车 还让他们的经纪人 给我们拍下了车牌号 让我们安全回家 回家之后 我们还给他微博私信上留言呢 报平安 那时候真的特别特别地开心 后来呢 我们这几个人都想了 谁也不舍得睡觉 喝了一宿的酒 我把维仔所有的歌 从头到尾唱了一个遍 你知道那天是什么感觉吗 就是又困又累 但是心里特别地高兴 你能懂吗 懂 懂 特别懂 别让你懂 应该你了 该你了 该你说说 我说什么样了 说说你为什么要当复合大师 拯救全世界啊 说正经的 想谁来了 给我二十个洋涛 一瓶冰啤酒 一杯温水 我还要个北冰羊 喝什么北冰 北仔 坐那 别打扰他们啊 打扰一下 请问您是庞伟吗 我们能跟你合张影吗 那个是庞伟 别打扰我 去看看 快点 走 旁边请问你们合张影的吗 请合张影的吗 算了吗 就是算了 请问你们合张影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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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不方便的 拍吧 他怎么会来这儿啊 我把这个考栓吧 推荐给他的 你怎么可能不会感到这儿了 为什么 做副核大师 你怎么也听不来 对 我什么都会有 这回知道 我为什么做副核大师了吗 就知道 听到的事件 智洛洛的操作 从头到尾都知道这眼 想过我想疯了吧 我知道了 一定是那个复合大师搞的鬼 对 典型蹭着我们违仔的热度 还倒打一耙 就是 你说这嬷嬷哪儿去了呀 这大家都急死了 她人影也不见 这电话也不接 还会长呢 每次集体活动一出来 她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个人英雄主义也太严重了吧 那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等违仔这件事情过去以后 组织结构是该重新调整一下了 看书呢 渴了吧 刚烧的水 谢了 爸 烫了 我给你吹吹 灯光了 我给你照耳亮 夜深了 注意保暖 叶子 饿不饿 我出去给你买点东西吃 好啊 叶子 嗯 左手口袋 拿出来 我去 吃在嘴里 填在心里 谢了 小心瞻牙 四个人家 我去厕所 要组团吗 要组团吗 叶子手 这话该我说 叶子手 这话该我说 叶子手 这话该我说 教授 现在粉丝量多少 现在是一百一十万五千八百 应用程序呢 截止上午十点零五分三十四秒 用户数已达到三十二万五千六百二十三 你们都记得了 这个好像有点 我以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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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新轮 你准备了 你准备了 昨天我还碰见老金手下 直接给我堵马楼边上威胁我 我心里里底啊 但是我故作真一口咬就说 绝对没问题 他必须 冲这几个 今天晚上十二点之前 必破五十万 没问题 我 等等 我告诉你啊 以后不要提什么小金 那就是你土鳖底 我告诉你啊 你要过来 这就要分分钟 以实力打脸 我就不 打哪个土鳖的脸 我这个土鳖的脸 这脑能让我分钟干扣的 这就是您的硬实力啊 你啥来的 来毛病了是不是 这谁呢 这小人吃饱 这这脑 您的孩子 多有福啊 想乐你就乐 想乐你就乐啊 我就乐不乐了 到时候告诉他 现在粉丝多少 听好了 一百一十万五千八 听见了吗 APP呢 三十二万五千六百 二十三 我之前跟你说什么来着 我们出售的是 比智慧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圆剑 叉叉叉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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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了啊 说完了 爽了 出京 白家 变冷空 动猪肉 你别 不是 不是 你有钱欺负人呐 你惨 你们也太乐观了 乐得我也想乐 真是光看硬核数 不看评论啊 大多数的粉丝特意关注 骂你们的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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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自己看 我 我去 干杯 发了发了发了 对我独家呀 昨天 我发了我人生中第一篇公众号 首先就被我们社里公众号转发了 然后 居然被我偶像 分手大师的号转了 N个新闻网站 上了推荐页面 阅读了两下都好几万了 最没想到的是 居然有读者打赏小一百块 那你不得好好感谢我 要不是我一直待在那儿 支持我们家围仔 你早就走 你还好意思说 你给我说句实话 我那视频是不是你给我留出去的 什么视频啊 说什么呢 我都不知道 演 演 接着演 你能演过从小到大看你长大的姐 我那视频就我这儿独一份 只有你一人看我 怎么就留到你们家围仔那儿了 我是围仔粉丝会的会长 我保护围仔那天经地义的事 拉倒吧 粉丝会会长 多大官啊 什么支撑啊 年底发油发面发达米 管派车给分房 汽油油补贴吗 不是说说你们家那围仔 你说我行啊 你别说我们家围仔行不行啊 就你那个抢你 他好啊 那头脏面 这 这好哪儿去 张妮大夫那什么级别 那能一样吗 你们家围仔什么档次 这半分钟虐成喳喳有没有 我们家围仔怎么 我们家围仔他为了真爱 他能退出娱乐圈 你们刚才抢你行吗 我觉得你这话说得特别好 你们家围仔都决定 退出娱乐圈了 会长大人 你怎么办 你的人生价值呢 复合大师理断 你们好 而我们围仔呢 这因此退出了演艺圈 我代表 围围粉丝会 正式宣布 你们复合大师 就是一个伤天害理的 非法组织 必须评管公司 这 这不能开 不能开 这帮粉丝都疯了 老大 现在怎么办呢 事与如此 只能正面回忆 复合大师联合声明一进一四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大家好 我是李断 复合事务所的负责人 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面 我们复合大师 从幕后被甩到了台前 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在这里 我代表复合大师 向大家表示感谢 同时我宣布 在周一上午九点 我们将召开 应用程式上线发布会 到时大家的各种疑虑和问题 我们将一一回答 更重要的是 唯一在一户当场 我们欢迎你 卡 一条过 就像你喜欢庞伟一样 杰也喜欢戴普 当你把他们当成 你人生的配菜式 是 他们是非常好的营养 能丰富你的人生 他们有阳光 你便不雾霾 他们大不留心往前走 你也浑身充满智能量 可是如果你把他们 当成你人生的主菜 万一主厨撤牌了呢 你就生无可恋了 难道你就端着空盘子 四处溜的去别桌 寻找剩饭菜 我说的不只是粉丝和偶像 这世上任何关系 父母和孩子 丈夫和妻子 老板和属下莫不如此 如果你把你的人生价值 永远依附在别人身上 你就只能像转盘一样 被别人转来转去 只有你把自己的人生经历 当成主菜 你生命里的每一天 才能变得津津有味 不是 姐 你最近怎么变得那么能说呀 竟然觉得 你说这话还挺有道理呢 不应该呀 什么话呀 好歹姐也是拥有 几万读着 半达不晓威 我得把我刚才说那话写的文章里 看 咱俩聊天这会儿又有人打赏好几十块 收财知道 恩公 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了 只要是你约我 我随时都有空啊 恩公是谁呀 有点暧昧有没有 小儿 我特讨厌闺蜜 我不是她闺蜜 我是她姐 恩公想勾夺我妹 先勾我这关 不是 我跟你说呀 你别听她的 她瘦她前男友伤害 我谁知道哪坏蛋刺激她了 你跟我说在哪儿啊 行 我约地儿也行啊 一会儿见 走了啊 疯疯癫癫 你点儿都不随我 你没买单呢 干嘛一个个都哭哭啼啼啼的 想不到伟仔就这样抛弃了我们 太狠心了 墨墨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呀 就是啊 你说她怎么能看上梯娜呢 这也太离谱了吧 难道伟仔号称不婚主义 这样你们就觉得舒服了 你说喜欢一个 比自己大五岁的女人 一喜欢就喜欢了八年多 甚至为了这个女人 都退出娱乐圈了 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 我觉得这么有感情 有担当的男人 我们应该为有这样的偶像 而感到自豪 会长说得有道理 那我们应该继续支持伟仔 这不打个踢呢 也对 现在事情都已经曝光了 那肯定会有很多人 出来黑我们的伟仔的 我们大家一定要跟伟仔同进退 对 对 没错 这样想就对了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啊 所以饮料 咖啡 还有吃的 大家随便点 最好了 来 吃什么 水果酸奶 水果酸奶 我来一杯 我要一杯水果酸奶 要不要 要了 不要 要了 乱点说 我要一杯水果酸奶 子墨 好 恩公 温手大师 谢谢你专我的文章 我用你教我的方式 写的文章 赚到了第一桶劲 但最重要的是 我发现我太爱干这事了 就在一小时之前 我还在说 人生价值到底是什么 现在我确信 我已经找到了 太好了 我得趁着打铁再写一遍 李段 大家好 我是李段 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 我们复合大学 从雾后被甩到了队 受到了很多人的伤害 在这里我带了大家 对 如果你这次不来 你以后永远都不用来了 我 我宣布周一上午九点 我们将召开APP上线发布会 我们欢迎你 庞伟的事居然是你干的 你居然有脸干这个 你居然 我是一人 老我 ys 你 你 我 что 说 我 我 无 什么 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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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